尾没有 不然你可以算一下 横的 横的只有18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 假如要问你说 横向的它的宽度为多少的话 就是多少 135除以多少 18嘛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了 那再来就是说 上面这边不是有那个 中间这边有两个这个线段 有没有 就是扶手的那个底下支撑的部分 那同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画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的 我再把它放大一下 画的时候其实可以先画出其中一个 所以我等一下要画的方式就是 先画出 可以先这样画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然后画出来上面画出这个部分 有没有 把这四个线 四个物件有没有 画出来之后呢 再做什么呢 再做那个 正列 那正列的方向就是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那它的偏移也是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这样就可以爬上去了 有没有 这个地方就可以做出来 所以这一题应该比较难的部分 应该是在这里 那总共的话呢 我们总共就是 因为我多画了一个部分 为什么 因为扣掉比较简单 再画的话比较难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多画了这个地方 等一下就是扣掉这个地方 那这里的话 正列 总共就是做出20个 20个 那这样的话 他就爬楼梯上去 上去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再把这个 其他的部分把它完成 包含这个地方 这地方 画完之后 我们还要画上面 厚度的画多少 这个厚度量 这个3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偏移过来 但是偏移过去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它要我们 这个地方刚好实 可是问题 这个地方比较容易有问题的就是 在这里 如果说你直接把它偏移出去的话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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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